陸君金門的防衛指揮部前参谋长林帝制 涉嫌将公家购买 价值7990元的洗衣机占为己有 一审法官依照违反了贪污之罪条例 判处他12年的有期徒刑 此多公权三年 参谋长使用的车辆 然后先载到他的台南的家中 请他太太收 然后事后知道说金房部有人在 有人已经在传说他把 骑机寄到台南的家里面 然后后来又指挥他的驾驶兵 在107年的6月的时候 然后又用同样的他的参谋长使用的车辆 然后再回去那个他的营区里面 金门地方法院指出林帝制在 为其间负责监督部队的采购 得知后勤处帮官兵采购了洗衣机 他利用职务之便 要求下属把其中一台洗衣机寄回南部老家 事后他自费8000元购买通行 号的洗衣机寄回部队 还找朋友圆谎 法院认为他企图掩盖犯刑 犯案之后毫无悔意 而全案还可以这项数